AM730的朋友 我的演唱會就快舉行了 你快點上去買票 多謝大家支持 好 恭喜遠遠你開票 多謝 多謝 心情怎樣 其實心情很緊張 因為沒開過 很多事情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可能會問一些很疑憤的問題 可能問製作單位 或者老闆 但是真的活到這麼多年 都有很多新的東西 可能對於有些朋友 開了很多次show 這些很簡單 原來公開發售是這樣的 真是不知道 因為自己沒做過 沒聽過也不出奇 當然Kitty媽那些已經搞了這麼多show 他就覺得這些很簡單 是這樣的 我說你不要介意 我有時會問一些疑憤的問題 好的 但你今個show room很快 下個月就開始了 你整個聖誕假都要準備嗎 沒有時間陪兒子、老公那些過節 其實我由於時間關係 我已經訊息了幾天出來 就是陪兒子去玩 但是那幾天我看法 我都不會有很好的日子過 因為其實臭真的比上班 所有的working媽媽都應該明白 還有好像貝貝老師 因為真的很趕 我們那些歌的流程 各樣東西 其實都未出到快哥那部分 來練舞 所以我真的很緊張 但他們每個都安說 可以了你沒事 我說你不要當我是郭富城 我不是一向跳開 你跳得很厲害 你也要有一部分 還有我自己很想做一部分 令到大家都很開心看得 然後一起唱 所以歌就選了 但是要音樂總監 因為我們的音樂總監 他很紅 他有很多事情做 還有準備自己的婚禮 所以他都要時間去消化歌 還有要編得好聽 因為他對音樂 是一定有他的要求 所以我基本是交在五重人手上 那些音樂是我不擔心的 只是我擔心我自己的手腳 不知能否跳到時 會否演繹到我 佩佩老師排的動作給我 試一下吧 你今次整個演唱會 海報都很型格 就算你今天出現的造型 也很型格 平時有時做訪問 好像媽媽那些打扮 很不同 有否覺得今次可以開場 都會過足時裝人 因為其實我出道的時候 講了三十多年前 如果你們未入行是不要緊的 其實都是比較行中性 有型的 然後人帶了一路走下去 你就做媽媽 各樣各樣 其實我們在選擇一個poster 或者講造型的時候 Styling Styling一看到我就 不行你一定要有型的 你要做時裝一點 因為不要浪費了你 然後我就說 時裝一點會不會很酷 你不用擔心 其實觀眾朋友認識了你這麼久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或者你在電視劇裡面 或者中聯合聲音裡面 其實你的personality 已經很容易流露了 他說你走回時裝一點 我覺得好看 那就好 那就相信 因為我經常覺得 做藝術有時有一些盲點 自己就是不知道的 身邊有那麼多 好像天使一樣提點 我又聽一下 我希望觀眾朋友 會有新鮮感 反而 會不會有些性感 最性感是這樣的 你覺得我今天剛才脫了衣服 沒有驚嚇 都不夠性感 我曾經在我的IG 10月31日才決定做這個show 那天是Halloween 嚇到 幾天後我就開始說 我要尋找馬甲線 那時不能說開show 那些東西都未確定 但我希望找到馬甲線 原來生完BB 找到馬甲線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 不是裡面的肌肉那麼簡單 而是 你那股皮 如果大家記得 BBQ是差不多9磅出生 那肚子大到籃球 要搞皮膚其實是很大的工程 我現在也很勤力 我希望我的勤力堅持到 到時那條馬甲線有些影 有些陰影給大家看到 但到時會否叫兒子上台一起表演 看看她的表現 可以不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她會發台溫 研究一下 她喜歡唱歌嗎 不喜歡 她跟我說 她說媽媽唱歌是女生才唱 是的 好笑的 她自己的概念 那我就要教育她 因為她前一陣子去考合唱團 誰知道考到了 考甚麼 合唱團 然後別人就告訴我 她其實耳朵很好聽音 我慘了 我不知道怎樣看到 一個小孩的耳朵好不好 但當然有她們的方法去看到 但她自己是男生來的 唱歌是女生唱過的 但現在我不會叫她唱歌 唱歌留給我 可以上台和你打電影嗎 我不知道 還未當成功 還未當成功 她有沒有機會上台 可能我的時間很緊迫 你當初在Halloween收到這個消息 有沒有想過為何會是我 為何你們會找我 因為其實洪叔叔19年真的找過我 當時他還給我六七個月時間 我去準備 但我也覺得那個時間不對 但反而這次 所有事情都違反了 不按理出牌 其實完全是 但我又覺得 如果現在不做 30年後才再做 突然間覺得 時間可能可以 試一下 既然老闆也不害怕 我只不過是一條命出來練習一下 好吧 那會否請中年老聲音成員上台 一起座阿慶和嘉賓 其實我未請她們 她們自己都說來 所以我們這個家庭 很難撤掉 譬如我在節目裏面 說我入了中年的家庭 其實真的很永久 所以她們自己都舉手 至於她們會否演出 當然要安排一下 除了這些還有甚麼嘉賓 留言期待的都會找 對 她們猜而已 我沒有反應給她們 她們猜而已 在想想要 許志安 想要 都是其中一個想要的 還有別的歌手的朋友 他們都是想要的 但這些嘉賓的東西 很配合別人的時間 還有我們也很急 還有看她 真的要看時間 因為每個人都 有她自己的行程 但你有沒有試過 真的急 看過口風問阿安仔 有沒有興趣呢 你幫我問 你是充滿的 我知道 這次演唱會有沒有 說有些新的突破 你想嘗試 或者趁這次開場 三十年來 一些新的嘗試玩一下 其實我三十年後 開場已經很突破 還有之前 我都說過我 失了一把聲 其實現在 這次突然間 不只是唱一首歌 那麼簡單 只要做演唱會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舒適圈跳出 一個覺得自己很驚慌的 很擔心 或者很多 很多的問號 一個地方 都沒有 勤力 盡力而為 總會不會因為 失聲的陰影 會影響到你這次演唱會 不會 完全不會 因為我有去曾路德老師 她是我的啟蒙老師 我現在又回到 還原基本步 我十五歲的時候 跟她學唱歌 我現在又回到她懷抱 她就跟我說 不用怕 你有的 我不是 我真的沒有了一把聲 她說 有 我們練聲的時候 她說有 你就是要 對自己有信心去衝動 其實我自己覺得 做這個音樂會 不只是給自己一個 做出這件事 我都想鼓勵到 不只是我一個人失聲 人生的很多人 都會有 她的 跌了下去的時候 究竟我怎樣爬出來 怎樣可以再跳開這個陰影 都希望可以做到 大家互相鼓勵的感覺 是我的Dark Age 黑色日子 黑色的 07 07 我媽媽死了之後 然後08、09 那一堆 你沒見過我唱歌 完全失蹤 然後不知做甚麼 其實聲音都爛了 因為 人們經常說 不要不開心 會病的 其實我不懂得說話 不知為何 現在做了主持人 但我不善於用語言 去表達自己的情緒 我把那些很傷心 屈埋的情緒 自小的單親 那些事情 屈了 那些聲音 那些聲音 很沙 沙到一個點 我很記得 有一次 人們真的關了咪 說阿車 你按一把聲 那麼爛 你回來開咪 我完全不想 那一刻 那一刻 我講 我應該都會有眼淚 因為 我都不想的 不要說唱歌 說話都成問題 我怎樣 怎樣 會想再有得唱歌 卡拉OK都不敢唱 那後來是怎樣 開聲 奇怪了 真的很奇怪 我去看了很多醫生 接著 那個醫生 我聽別人說 割了個癡 就沒事 那他找個東西 掉到鼻子那裡 看了那個聲帶 接著就說 那個教授就說 我不會和你做手術 那我怎樣康復 他說 你去講話 你學各國講話 去學講話 然後就不知為何慢慢 又好一點 然後又好一點 那你沒事 沒有以前 不像小時候 其實人大了 聲音都會比較沉 但是 沒有以前那種 那種 小時候的聲音 那麼高音 應該這樣說 那麼清除 是啊 那個範圍搬低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